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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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VIP的票卡 剛剛check in 完之後他跟我們說今天的導遊是Daniel Daniel 等一下不會看出來 蟲蟲吧 蟲蟲我真的受夠你了 你不是在家帶小孩你來幹嘛 蟲蟲呢你不要英文不散 這幾天不是肚子痛啦 就是蟲蟲啦 這個Daniel呢不是蟲蟲那個Daniel呢 他今天會陪我們玩六個小時 首先他會帶我們在主題樂園先玩 然後一點半吃中餐 下午的話會帶我們去逛電影場景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這裡六點就關了 所以我們今天也不會玩太累 就是精緻的玩 我上網做一點點功課的時候呢 他本來是說這個VIP 如果你指定的話它是可以有中文導遊 可是我們剛剛問是沒有了 一進來這邊之後其實就是一個休息區 然後他會準備簡單的小早餐 可頌裡面夾一些東西 小餅乾跟小蛋糕類還有小麵包 他這邊就是整個吃早餐的環境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他早餐的位置不多 因為他的VIP票是有限額 而且每一個時間點他也有限制人數 Daniel不可能帶著一百個人這樣到處跑 我們預約到的時間是十點十五分 我們的導遊Daniel來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我會告訴你 OK 謝謝你 如果你決定在某個程度 你也想要走路 然後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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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然後走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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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概他就有跟我們說 今天他會帶我們 然後大概時程是怎麼樣 剛剛有講過 然後會再跟你重生一次 然後問你有什麼問題想問他的嗎 我就問他說在跟他要 tour的時間 有沒有時間 shopping 因為我很怕沒有時間買東西 他就說最好是看過就好了 我們必須要去趕一個waterwater show 那如果你真的要買東西 在外面的上面都還有 除了有一些比較貴的 例如說哈利波特限定的東西 只有在哈利波特區才有 然後他說如果你有想要離開脫隊 也是OK的 只要告訴他就好了 反正這支影片呢 就算是你沒有買VIP票總 你也可以看我們的順序是什麼 你到時候就來照這個順序玩 絕對就是最順的 因為我們是有導遊帶著的 正式的跟著我們的導遊Daniel大大 往前走進去環球裡 對 我們會先從遠的下層開始玩 你們可能會想說 從上遠到下遠要走到腳斷掉 但是其實他們這邊 上到下都是有手扶梯讓你搭的 只是這個手扶梯可能要搭好幾分鐘才能到 但是絕對比你在迪士尼用走的好 那邊真的蓋的就是馬力歐的園區 那邊真的蓋的就是馬力歐的園區 你們知道嗎 這2023才會蓋完 要再來一次吧 抵達了下緣之後呢 第一個你碰到的主題就是侏羅紀公園 但是我們也不先玩這個 我們繼續照著Daniel要帶我們走的路線 你們可以嘗試的參考一下 第一個要去玩的是變形金剛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變形金剛 它這個是怎麼會玩法 但我有一點聽不懂 但聽起來不會到太難 他就會問說有沒有人不要去 如果你不想去 你就可以說我不要去 哇!太酷了 他不只可以拍照 而且他動的時候還會有音效 太帥了 哈囉哈囉 我愛你的風格 哈囉哈囉 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從台灣 台灣? 這是我們的團員 我們VIP走的就是快速通道這邊 我們會拿我們的卡給他掃一下 所以這個東西呢 比迪士尼背爆米花筒 還要驕傲 完全不用等 我們就直達進入遊樂設施的入口 我先讓你們看一下3D的效果 我先讓你們看一下3D的效果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它有一個爆破 炸彈照我眼前 然後你知道我閉眼耶 閉眼之後才發現它有熱 它實體上會有熱給你 就很像炸彈炸到你這樣 整個過程就有點像 帶我們穿梭的3分鐘的電影情節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帶我們走的路線 跟大家相反還是怎麼樣 剛剛那個真的感覺沒有人拍 但是我們現在一出來 就看到所有人都往我們這邊湧過來 下一個要玩的遊樂設施是Mummy 這個遊樂設施它外面有置物櫃 是因為它是不能帶包包進去的 所以我們的Daniel會幫我們拿包包 這個因為裡面比較黑 我就不拿著GoPro進去了 等出來 我們已經整個人瘋掉了 這也有點恐怖 因為它都在全黑的環境裡面 然後你不知道它下一步要幹嘛 你全程沒有張開眼睛耶 沒有啦 我這樣 這樣 它有點累雲霄飛車 可是它是全室內 我們剛剛看到Daniel 我妹妹就說 Nice to see you again 在夏園這邊 第三個我們本該先去玩 朱柔記公園 但是剛剛Daniel說 不知道我也聽不懂發生什麼事 反正就是五分鐘前 不知道怎麼樣了 所以他現在要帶我們回上園 先去玩別的 所以其實夏園滿小的 夏園就只有三個 朱柔記 神鬼奇航 變形金剛 我還是覺得你怕成這樣很好笑 你剛剛已經整個臉都要埋在我這裡了 啊 而且我手汗好多 然後我還叫你手把我壓著 我以前還玩過G5 還有你笑到飛音耶 那要怎麼樣 你敢上台唱歌耶 對啊 星星沒為了 我好煩 我就忘記怎麼跳了耶 回到了上園之後 我們要進去的就是 辛普森的主題 這個應該就是比較可愛的了吧 辛普森再給我可怕 我真的要生氣了 這個好暈 這個好玩 這個好玩 因為它這個是全3D的 然後你的身體不會被晃來晃去 這個我有養兔耶 你真的喜歡玩的都跟我不一樣耶 現在我們就要趕快趕快去看這邊很有名的Water World 嗨 跟團有一點小壞處 就是像這種東西我們都不能停留 對 想停的不能停 現在我們要去看那個秀 絕對不能脫隊 剛剛那個辛普森我到現在還在暈 如果剛剛那個在叫我做一次 我會跟你說我不敢 已經人超級超級多了耶 你們一定要提前來卡位 你們有看到這種有顏色的椅子嗎 這種就是你一定會被淋濕的位置 Daniel會幫我們安排他覺得觀賞位置最好的地方 現在在等待節目開始前 就會有主持人在帶觀眾的氣氛 你們來了 嗚呼 哇哇哇哇哇哇 是在那邊晃來晃去的 是特技吧 而且我覺得他們是兼具 舞台劇演員之外 還是特技人員 對 這個一定要來看啊 剛剛看那個女主角 一直有一種在看雞肉遊戲女主角的記事感 非常的流暢 好好看喔 下一個我們要去的館就是 最最最最魔幻的 哈利帕塔 我覺得在這區特別涼耶 因為好像真的下雪了 屁屁啦明明就超熱的 完全會製造很多很多情境 讓小孩覺得這個世界真的有魔法 當然一方面他也是想要販售他的魔杖 所以他就有很多機關 讓小朋友這樣一揮 然後可能就是什麼東西 小孩就會說 媽媽我要買 這一棟就是鼎鼎大名的霍格華茲了 這個園區有兩個 一個就是在霍格華茲裡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小的雲霄飛車 小小的而已 不可能連這個都不玩吧 小孩 姊姊幫你加油 那上階段 我沒有速度 速度 你居然要外國人來安慰你 大家都跟你說 你會不會 我會活動 你要冷靜喔 我不能拍了 你要加油喔 可以吧 是不是不要那麼害怕 我一下還是死掉了 而且你剛剛一直在狡猾話 30秒就沒了 這遊樂設施有點太短 真的30秒就結束了 所以如果他要排超過半個小時的話 我是不推 等沒有人再來就好了 正式的要進入到霍格華茲裡面了 超好玩的吧 超好玩的吧 這一個很好玩 我們真的就是哈利波特的成員 然後就在飛啦飛去 而且不恐怖 十幾年不僅非常的巨大 超大 應該有五層樓吧 這個遊樂設施真的是我每次去日本環球的第一名 每次一開門 大家狂衝的就是往哈利波特這裡過來 下一個我們要來玩的是這個小東西 可愛可愛 這個是小可愛的 娃娃機 阿豬這個是娃娃機 總有一天呢 我一定會帶我家那幾個小朋友去迪士尼 Daniel很厲害的是 他跟我們說1點半要吃午餐 我們在玩完剛剛那個之後 現在1點29分 他把時間全部都抓得剛剛好 現在就要來進行我們的午餐時間 我還滿滿意他們的餐點的 食材雖然沒有用得很高級 但是所有的調味都OK 是好吃的 下午非常重要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要來逛加州環球影城的電影的布景 真實在裡面拍攝的場景 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個活動 趕快吃飽一點啊 不會 其實我們今天來真的人不算多耶 VIP就有VIP的專屬通道 是連快速通關的路口都不一樣的 上車囉 現在就要開始參觀電影的場景 電影場景每天可以參觀都不一樣 因為有人在拍攝 現在要去參觀的這個活動呢 全世界只有好萊塢的環球的這個活動 旁邊就會貼著很多在這邊拍攝過的電影 從2001一直到後面 幸福綠評書也在這裡拍的啊 你們看現在這些車就是真的劇組要拍戲的時候 他們在準備到進去到裡面的片場 可以在外面偷偷看到一點點 該不會不來的比特在裡面吧 你們看這些建築物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為了拍電影搭出來的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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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出來了 司機不知道每天要看幾場 他想說這些金剛夠了沒 這裡的每一台車都是貨真駕駛的出現在電影裡面過 哈利波特的車 完面關頭的車 就他也真的在猪肉記裡面出現過 這是一個平凡無奇的小村莊 但是他們在拍攝一幕大洪水的時候 就會是等一下的場景 下雨了下雨了 閃電閃電 它的畫面如果只有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真的是一個村莊 哇水過來了你們有看到嗎那邊 哇 所以從房子裡面包出來了 WOW 太壯觀了吧 它再全部流到這個小橋下面的排水孔去 你們看這樣一棟一棟的房子 其實背後都只是木條而已 這邊是墜毀的飛機場景啊 哇 他說它是真的747飛機 完全就是飛機等比例的大小 工作人員用了七個禮拜佈置這個場景 開了三天 影片裡面只出現三分鐘 這個地方就是完面關頭的修車場場景 WOW 夾在風低鎖跟壞人的中間啊 它就是讓你嘗試的進入電影變成一個角色 而且它整輛車會變成一個遊樂設施 你們可以看到另外的接駁車 這個就是一般票的人 這邊是有真的電影劇組在裡面做拍攝的 現在車子先放我們下來上個廁所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邊晃一晃 整區都是假的房子你敢信 那些你覺得是水泥的牆壁 其實都是木頭 都是木頭啊 導覽人員說這邊叫做小歐洲 在美國人的眼中 他們看這樣就覺得是歐洲 可是我們同行的人有歐洲人 他就覺得這不像歐洲 他們這邊可以把建築物上面的字 改成可能德文字就變法國 你剛剛講對嗎? 對於說德文這邊變法國 法文這邊還是法國 可以下車參觀的這件事情呢 也是VIP才做得到 如果你只是一般遊客的話 就是車子開經過 他口頭上跟你介紹就過了 這些像石頭的材質 也全部都是木頭 都是假的 你這樣有像在歐洲喔 可以喔 這些都是假的欸 怎麼那麼神奇啊 如果他在電影裡 你就會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小鎮 這邊的石頭顏色他們是換過的 打而讓大家站在那邊拍照 是因為那一個位置 強尼大夫站過 你可能帶我去台南的白河 我還知道是哪一個新說台灣哪一集 你可能會有一點困惑 就是在拍攝這些場景的時候 後面的那些樹怎麼辦也太違和了吧 有時候就會把樹用綠木蓋起來 然後投射別的東西 所以這裡就會跟電影場景不太一樣 上一秒我們還在歐洲的小鎮 但是轉過來畫風一變 這個場景呢 就變得比較在拍埃及啊 你看立刻窗戶又變成不同的風格 剛剛導遊說他把這邊的建築物建的比較小 的原因是因為從鏡頭單眼來看的話 就會很大了 像我們人眼有兩個眼珠 會很知道它的立體 知道它的大小 從鏡頭裡面你不需要它那麼大 下一個我們到的就是月台的場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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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火了 倒火了 死火了啦 那另外一台車要撞上來了 水 哇 哇 哇 水煙上來了 太扯了吧 哇 哇 現在全部的東西都reset 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現在我們真的可以進去一棟假的建築物裡面了 外面是一個city hall的場景 但是你走進來之後 它是打造成一個像高中校園的場景 可是你看上面 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假的 一棟建築物可以滿足各式各樣不同的劇情 突然旁邊的街道又變成金融重鎮 大家有沒有記得一幕很經典的是下雨天 然後蜘蛛人倒掉下來然後反著親那個女主角一下 就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倒掉下來在這邊親 可以看到那邊的街 你上去看是不是覺得好長好大 從我們肉眼來看它沒有到很大 直到那個建築物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樣的建法彎彎曲曲會讓人家覺得 哇好像很綿延很長 整個導覽時間差不多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很充實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10分 我們的導覽就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自由活動時間了 我們可以去跟各個人物拍照 我們可以去逛商店街 我們可以玩還沒有玩到的侏羅基公園 我剛剛一直在對它心裡建設 侏羅基公園 Here we go 你不要一直嘆氣好不好 哇塞你要大船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一個我就沒有 為什麼你的臉全濕了 我剛剛這樣然後一下也不知道是誰這樣 這個推一推 短短的沒有那麼恐怖 這個真的很還好 它跟遛不出那個不太一樣 雖然它會搞得很像很恐怖 因為我已經被這些設施嚇怕了 現在你們看到的畫面就是我們經歷的樣子 我們就這樣子玩完了所有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遊樂設施 但是大重點我們都玩到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Free Time 我們要去買一些紀念品回家 我先分享我個人對於VIP票種的心得 我覺得非常值得 我覺得預算有限的話 還是可以自己玩 園區沒有我想像的大 沒有迪士尼大 所以它的功課其實比迪士尼還要好做 這一趟來非常的享受 就是你吃的不用煩惱 如果你肯做一點功課的話 我覺得買快速通關也OK 你也可以排隊的話 那我也覺得連快速通關可能都不用 園區不大你可以買一般的票 那VIP我覺得就是Optional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來這裡放的話 你什麼功課都不想做 今天晚我也覺得很值得 雖然花比較多錢 但是我覺得值得 接下來就是我的Shopping時間 打掰掰 BYE 跳完這一首 熱量瘦3公斤 ハーグーッ heo how you feel kick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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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 洗頭洗頭 我看你的髮型 我看你的髮型 我的髮型 你求勞 求求你 拜託 拜託不要PO上去 我一個那麼肥 請留言說姑姑很瘦 她每一個留言都會看 掰掰 一場 掰掰 嗚咩 求求你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